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汤姆斯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成长 一起发展 一起互动的故事 其中有很多励志的讲的孩子们在挑战面前如何去发挥主动精神 克服各种困难 其中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视频 这个视频讲的是一个小火车 他有一天带着这些小朋友们出去玩 但是车出了故障 所以很多在车上的小丑玩偶小朋友们都很着急 因为他们要想方设法的要在天黑之前翻过山里 把一些玩具送到山那边的小朋友们 那么好多小火车在旁边经过 都没有停下来帮忙 最后是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 最不可能的 最弱的一个蓝色火车头 停了下来 决定试一试 为了将这个快乐带给山那边的孩子 这个男士的小伙子头 不断地给自己鼓励 我一定能做到 我想我能做到 我想我能做到 最后他终于做到了 翻过了山里 把东西送到了山那边的孩子 这个视频其实就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心理学的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自我效能感 这个概念来自于一个著名心理学家的研究 他是美国赤坦佛大学心理学家班杜拉 1977年 这位教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他发现如果每个人对自己完成某个任务 有一种坚定的信念的话 那么这个信念能够帮助他完成别人想不到的一些成就 那么这个概念它是通过两种方式体现出来 第一个就是相信结果 也就是说坚信自己能够做得到 能够完成 达到理想的结果 这就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另外一个自我效能感呢 它是通过自己能力的预期 觉得我有这个能力 完成这样的事情 不是因为运气好 或者是环境好 而是我真的能够做到 所以自我效能感能够激发我们的生命的潜能 达到自己理想的结果 在这个蓝色小火车的故事中间呢 这个火车头的能力不一定是最强的 但是他对自己的结果有一种强烈的预期 坚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坚信自己有能力做得到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最终完成了这个任务 生活中间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一些小朋友 不喜欢跳绳 长跑 各种体育课都不开心 不是自己能力做不到 很多时候呢 是对结果的预期达不到 而且呢 长跑很枯燥 跳绳很太累 孩子就不愿意去做 而且每次找借口 坚持不下来 最后呢 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 反而紧张起来 认为自己再怎么努力 也不能完成体育考试的功课 遇到这种情况 家长该怎么办 每天盯着孩子练习 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呢 对不对 临阵摸枪又担心孩子在考试之前突击 影响到其他的科目 最重要的是啊 锻炼学习都是孩子自己的事情 我们家长不能像保姆那样的对孩子一样 处处盯着 推一推 动一动 这不是长久之计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下面啊 我先分享一个有趣的心理学试验 看一看我们从中能不能得到一些启示 有一个以色列的心理学家团队 由著名心理学家麦迪卡·布里特莱领导 那么他们做了一个戒烟的试验 就将戒烟的人分成三组 随即的挑选出来 一组人呢 就是那种自我效能组 就是告诉他们 我们挑选你 是因为我们觉得你有这样的能力 你有这样的毅力 坚持下来 我们给你十四周的戒烟的训练 那么另外一组人呢 没有这样的一种自我效能的暗示 但是告诉他们 我们挑选 是因为想给你十四周的训练 那么第三组呢 也就是我们通商所说的控制组 没有任何的暗示 也没有任何的指导 那么他想看一看 这三组不同的戒烟的人 最后的结果有什么不同 研究结果非常明显 那些自我效能组 有67%的人最后成功的戒烟 那些只是接受治疗的组呢 只有28%的人成功戒烟 那控制组呢 只有6%的人成功戒烟 由此可见啊 自我效能 让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 能够达到这个结果 能够帮助人坚持下来 持之以恒 完成你心目中间需要完成的任务 所以自我效能 是个特别重要的心理能力 另外一个跟数学能力有关的心理学实验 也值得大家注意 大家都知道 在数学能力方面啊 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刻板印象 一个刻板印象就是 男生的数学能力比女生强 对不对 这是很多人的印象 另外一个呢就是 亚裔学生的数学能力 比这些非亚裔的学生能力强 所以我们中国人数学考试都比较好 那么这个研究 就在哈佛大学的一帮 亚裔女生身上做的 那么告诉他们 就是我们这个测试 测的是女生和男生的数学能力的差别 显意见 在这个时候男女生数学能力的差异 这个刻板印象就会影响到这些孩子们 另外一组背试呢 告诉他们 我们这个测试是测一测 亚裔学生的数学能力 和非亚裔学生的数学能力的差别 显然 亚裔学生数学能力好 这个刻板印象 就会影响到这些哈佛大学的亚裔女生 结果也是非常明显 那些相信这个测试 测的是男女性别差异的那些女生 数学考试成绩就很差 因为她觉得自己是女生 不如男生强 谁做不好 那些相信亚裔学生 数学成绩一定很好的那些亚裔女生 结果反而考试成绩非常好 由此可见啊 相信自己能够做成一件事情 对于你做成这个事情帮助特别大 相信自己做不成事情 基本上你真的就做不成这个事情 这就是这个自我效能感 对于我们的学习 对于我们的生活 对于我们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在班杜拉之后啊 还有很多的心理学家 做了类似的研究 大量的研究 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啊 就是自我效能感 它通过一些行为体现出来 那么自我效能感高的人和孩子 有什么样的特别明显的行为呢 第一条就是知难而上 面对压力引发的焦虑困境 他能够主动的应对 而不是逃避回溯 那些相信自己能够应对 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 挑战的那些人呢 他能够把大量的精力 用在要解决的问题上 很少去关注一些消极的因素 出现的可能性 一心一意 解决问题 重视问题 挑战问题 反而那些觉得自己 在挑战面前没有这种能力 应付困难的人 往往会考虑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因素 不能够捐信自治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第二点呢 自我效能感高的人 智力更生的精神比较强 在问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 更多的相信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等待依赖别人的帮助 这样的人呢 他一定是在行动 充满了自信 充满了解决问题的冲动 欲望和方案 即使自己的能力 有的时候跟不上 环境条件也不允许 但是呢 他一定是想方设法的 去提高自己 这种天著不如自作的信念 让他们对学习工作等方面 有更高的感觉 感受和行动的力量 第三个特别突出的特点 就是这种主动进取的精神 面对选择的时候 愿意主动出击 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域 我们人都有某种意义上 追求稳定的一种感觉 安全的一种倾向 大多数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 可能倾向于回到自己 舒适的地方 而自我效能感比较高的人呢 往往是通过自己的选择 自己的行动 让自己的兴趣 经历 关注度 体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上 最后呢 能够完成自己应该解决的任务 总而言之啊 在所有条件都一致的情况下 那些相信自己有能力 能够得到自己 要得到的东西的人 比那些怀疑自己 不自信 不确信 不行动的人 往往他的努力程度更强 持续时间更长 解决问题的能力更突出 最后呢 得到的效果呢 也特别明显 特别是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啊 这种差别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一个美国作家叫约翰·怀特 曾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 叫做《巨节》 在这本书里头 他回过了很多科学家 艺术家 作家 他们成功的经历 一个特别突出的共同特点 就这些伟大的人物 在面对拒绝的时候 否定的时候 挑战的时候 有一种强烈的自信心 坚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坚信自己能够达到成功的目的 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作家 大家都知道 叫乔伊斯 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 叫《多伯林人》 这本书被二十多家出版社 全都拒绝 但是他不死心 坚持写作 坚持送出去 我也是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 我写过很多的文章 其实基本上没有一篇文章 都是在第一稿的时候就被接受 往往是被拒绝 而且是被我自己信任的 喜欢的同事们拒绝 因为第一稿总是有些问题的 那这个时候你选择放弃 那就永远完成不了你的工作 那么只有坚信自己 一定能够完成 一定能够做好 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理想的结果 最后我的很多的著作都完成了 很多的论文也发表了 这就是成功人士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他一定是相信自己的能力 相信最好的结果 那么如何让我们的孩子 培养出这样的一种自我效能感呢 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这样的自我效能感 那这个自我效能感在他身上 是高还是低呢 我们心里学建议啊 就是我们在跟孩子交流沟通的时候 其实不妨巧妙地询问他一些问题 比如说 如果你专心自治做一件事情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 你最后一定能够做得好 还有呢 即使别人都不同意 都反对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能够 持之以恒地坚持下来 得到你想得到的结果 还有呢 对你来讲 是不是坚持 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还有什么 你还可以问一问 就是当出现很多的困难 挑战 挫折的时候 你是不是特别冷静 你是不是能够想到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是不是能够激励自己的所有的力量 来解决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听起来很抽象 相信我 孩子是能够理解的 也是能够回答的 从这些回答中间 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孩子 是不是自我消能感很高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的孩子自我消能感偏低 你很着急 其实没有必要的 影响一个人的自我消能感 因素很多 只要对症下药 我们其实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那么影响我们自我消能感的因素 有哪些呢 第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就是他以前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经历 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以前我们经常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 但我们心理学校认为 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如果我们过去有很多成功的经历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种经历 在我们身上产生的一种积累 反馈 就给我们自己很多的信心 让我们相信自己能够解决问题 而且维护我们的自尊心 保护我们的主动的精神 所以自我消能感 其实建立在成功的经历之上 当然这样的一种自我消能感 不是那种口号喊出来的 不是那种激励说出来的 它一定是过去的行动做出来的 所以提高我们的自我消能感 一定要有一些过去的成功行动的经历 当然了 事情也不是完全如此简单 因为经验对每个人的影响 还是不太一样的 有很大的个体差异 其中一个影响经验 对自我消能感的一个因素 就是你的归因方式 什么叫归因方式 就是我们怎么解释我们自己的成功 那么这种解释 如果偏重于环境他人的话 那么这种成功就会归结于外人 我们有些父母亲特别喜欢当着孩子的面 强调就是我怎么努力 我怎么帮你 你怎么不领情 他也强调自己对孩子的帮助的话 即使孩子做成功了 他也没有觉得是自己能力达到的 是你帮出来的 是你交的钱 是你让我上的补习班 是很多其他老师的帮助 让我考出好成绩 这其实对孩子的自我消能感是有伤害的 如果孩子考试成绩不好的话 如果他把它归结于外在的原因的话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 能够提升孩子的自我消能感 没考好 那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我自己要努力的话 我也许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成功和失败的经验 能不能对自我消能感产生影响 还要取决于怎么解释 怎么分析成功和失败的原因 教导孩子正确的归因方式 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效能提升的方法 有的时候 可能还真的不是失败本身 可能是其他人对失败的一种评价 反应 特别是他们对失败的不满 因为我们孩子做不好一件事情 我们的父母亲特别着急 特别紧张 埋怨 焦虑 挑剔 批判 我们的老师 老师寒沙摄影的讽刺 挖苦孩子的失败 那么这样的一种反应的话 造成孩子自我消能感严重下降 所以不是失败本身 是我们怎么去分析失败 怎么去表达失败 甚至是其他人对失败的看法 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反而更大 所以强调一下 如何让孩子成功 提高他的自我消能感 找到正确的分析的方式方法 让这种经验 让这些成功的经验 成为自我消能感提升的阶梯 如何提升我们孩子的自我消能感的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的替代的经验 或者就是榜样的力量 我们经常说 人比人气使人 但我们心里学家发现 有的时候 比一比和自己喜欢的人 认同的人 熟悉的人 这个时候啊 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激励作用 我们把它替代性的激励 什么叫替代性 就是我们人其实很容易 把别人的经历 引伸到自己身上 如果自己做不好一件事情 那么别人做不好的话 我们得到心里的安慰 如果别人做得好一种事情呢 那对我们自己来讲 也会产生一种激励的作用 帮助的作用 所以说 如果你的身边的朋友们 他们能够对付一件困难的事情 将他做好的话 那么就给我们自己一种自信 他能做到 我也可能做到 例如 我们有些孩子 准备参加钢琴考级的时候 往往很担忧 也很紧张 也很焦虑 这时候 如果父母亲告诉他 你看那个孩子 他也通过了 他也考上了 他就在你隔壁 他就你的同学 他平时还不一定有你弹得好 这个时候 那就对我们孩子 有一种激励作用 这叫做替代性的激励 和榜样作用 这个作用 也能够提升 我们人的自我效能感 第三个方法 其他人的肯定 我们人是一个 特别容易受到 其他人感染的生物 尤其我们小孩 如果我们周围的父母亲 老师 同学 对他的关心 欣赏 支持 肯定 往往能够提升 孩子的自我效能感 因此 给孩子积极的鼓励 积极的肯定 积极的欣赏 是我们孩子成功 特别重要的一种心理保障 使自我效能感提升 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 千万不要低估 语言的价值 意义和作用 经常的激讽 嘲笑 侮辱 否定 其实让孩子受到很多的打击 最大的打击 就是对他的自信心 和自我效能感的打击 换句话说 就是如果别人认为 你能够成功的话 在某种程度上 你还真的能够容易成功 就是为什么很多 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大家住到没有 到了社会以后 往往成长的 就是比其他 普通大学孩子要快一些 不是他们的智商 一定比别人高多少 也不是他们的机遇 一定比别人多多少 就是因为 其他人对你的期望 其实是一种 内化的激励 让我们产生自我效能感 最后能够取得 我们应该取得成功 第四个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我们的情绪调节 特别重要 心理学家已经发现 高水平的情绪喚醒的话 往往会产生一种 紧张焦虑的状态 对我们自我效能感 会有一些影响 当我们不是特别高的 唤醒状态的情况下 那么这种状态 对我们的干扰 就会小一些 我们的主观效能感 就相对而言会提高一些 你自己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对不对 当我们感到特别紧张 恐惧焦虑的时候 往往我们开始患得患失 甚至有一些担心 甚至丧失自己的自信 但是当我们特别开心 感觉良好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相对程度的自信 认为自己能够克服困难 完成任务 达成目标 所以这个情绪的幻影状态的把控 是个特别重要的生活的技巧 除了情绪状态 我们对自己身体状态的感觉 其实也是很有影响的 当我们觉得自己筋疲力尽 全身乏力的时候 我们自我效能感往往会下降 因为你没有力气 也没有这种自信心 当我们身体特别好的时候 当我们精神特别强的时候 往往也是感到自己 生机勃勃 朝气蓬勃 意气风花 然后也能够提高 我们自己的自我效能感 所以无力的感觉 其实它不光是一种身体状态 它也是一种心理状态 都会对自我效能感 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就给大家一个提醒 也许在平时 注意孩子的身体健康 和情绪变化 能够帮助孩子 提高他的自我效能感 经常体育锻炼的孩子 往往觉得自己身体状态更好 学习能力更强 经常能够得到休息的孩子 你会发现 也觉得自己自我效能感提升很多 就是为什么 早上起来 学习积极性都是比较高 千万不要给孩子搞疲劳战术 千万不要让孩子得不到休息 因为它不光是影响到身体 也影响到它的自我效能感 第五点 就是熟悉的环境条件 非常重要 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间 我们已经产生了一种 特别重要的本能 就对环境变化特别敏感 所以我们希望熟悉的环境 安全的环境 在这个中间 我们产生心理的舒适感 也产生心理的安全感 同时也产生一种行动的积极的感受 所以寻找熟悉的安全的环境 对提升自我效能感 特别有帮助 一个让我们焦虑 恐惧的环境 它一定是影响到我们的自我效能感的提升的 就是为什么 在一些重大的考试之前 比如说中考 高考 有经验的老师 往往会带着孩子 去提前探点 熟悉了解环境 千万不要以为 这是一种小技巧 其实它对孩子的心理的帮助 是很大的 在熟悉的环境里头学习 孩子会效力提升 在一个陌生的 不了解的 甚至有不安全感的环境里头学习 孩子的能力 肯定是要下降的 所以总结一下 影响一个人的自我效能感的因素 主要有五个 分别是 我们以前的成功和失败的经历 替代的榜样的影响和作用 他人的一种肯定 情绪的唤醒状态 以及环境条件 真是因为这五个因素 如何去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 也得从这五个因素来着手 解决自我效能感提升的问题 好 到了这儿 本小节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收听 下集我将和各位家长继续讲解 帮助孩子提升自我效能感的五个方法 来培养我们孩子们积极自信的美好品格 那对这个人一样的感应 我们帮助孩子们九个方法 来并且把我们安全的用途 也帮助孩子们海岸 如果您有一次 但是不得打到 第二个因素了 感谢观看